12月9日 首都一万多青年 从当年129运动的参加者一起 隆重的纪念 129运动30周年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高等教育部部长 蒋南翔讲话说 129运动创造了 广大知识青年 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经验 今天的中国青年 应当更加前进一步 在党的领导下 实行通工农结合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 实现革命化 劳动化 肩负起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重担 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大会休息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 及蒋南翔等同志 与首都学生代表青年教师 科学技术人员 和下乡知识青年代表 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走进天下路 难过乌江渡 号称天险的乌江 两岸悬崖陡 河水汹涌川急 1935年 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时 英勇地征服了乌江天险 今天 两岸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发扬了当年红军飞越天险的英雄气概 诈评了大小险滩二百多处 使乌江航行畅通无阻 真正成为了连接四川和贵州两省的 一条交通要道 当年运送平军 抢驻乌江的老成功 田荣燦 现在是领航员 他指引着满载货物和旅客的船只 在乌江上乘风破浪 日夜向前 川江上凤杰航道段 有一支活跃的业余文艺演出队 这支演出队是在一九六四年 有七名航标员 一名助理技术员 和三名家族组成的 演出所用的道具和乐器 大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 上船是工人 下船是演员 为本单位的职工演出 是这支业余演出队的光荣任务 走到哪里 便劳动在哪里 信号台的工人 吃水用水不方便 队员们去演出时 都顺便带了水去 在信号台上 队员们热情洋溢的 为仅有的一位观众 认真演出 一年多来 他们一共自编自演了 三百多个节目 鼓舞了职工们的革命斗志 和生产热情 湖南省湘音县新泉人民公社 新泉大队第十三生产队 在秋收分配工作中 放手发动群众 让群众民主搞分配 社员的工分账 肥料账 生产队的一切收入和支出账 都公布出来 让社员各个心中有数 这个生产队 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 群众觉悟普遍提高 积极完成了国家增购任务 留足了集体的生产用粮和储备粮 每个社员还平均分配了 五百三十斤口粮 这个队利用田边地角中的棉花 也分给了大家 真正做到了增产增收 秋收后 湖北省缅阳县的公社社员 都怀着丰收的喜悦心情 前来参加物资交流会 缅阳县商业部门 面向农村 千方百计为农民服务 在他们举办的这个小型的物资交流会上 社员们 能够及时方便地买到各种用品 商业部门 还设立了收购站 社员们能够随时卖出各种农副产品 这样的物资交流会 最受农民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